好的 今天的小黑罪行线 我们要锁定了这个 企图现场 来看到鹤枪实弹的特勤队员 他们破门攻进了这座铁地工厂 警方是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 跟进和搜证 终于一举破获了 这个大型的制毒集团 光是在今年上半年 包括是在新竹 台南 高雄 已经破获了42座的毒工厂 查扣到了毒品7000多公斤 特别是我们来看看 当警方冲进这座工厂 在第一时间 定没有看到任何的制毒工具和成品 不过关键是这三支的营谋 你看看在地上是有机关的 打开了这个木片之后 地下也有洞边 是一个地下室 有大批的毒品和枪械 统统藏在这里头 皇安特勤队越过铁门 一手持枪 一手拿着盾牌 全副武装攻入铁皮工程行 一动 走 走 走 警方追查制毒工厂就藏在这 不过警方攻坚进到铁皮屋 虽然有闻到制毒的臭味 但是却找不到毒品到底在哪 转头突然看到一旁三支湖蒙 似乎在提示什么 原来因为他们嗅觉灵敏 处在制毒环境非常不舒服 所以不断躁动 结果就在湖蒙旁边发现了 制毒的地下室入口 拼了 拼了 打开地面的门板 嫌犯就躲在底下当场被抓包 查扣Ketamine即原料约300公斤 毒咖啡包7000多包 现金800万元 甚至还有五把枪 贩卖咖啡包一个车手 我们就慢慢追 追到一个仪式咖啡包分账场 分账场我们在座原往上追 它到底它原来自哪里 这个集团它有在贩卖Ketamine 从上游中游下游匙 一直持续把它追查 追到最上游的工厂 斩断毒品集团的根源 查扣毒品推估市值超过1亿以上 将持续追查贩毒中韩商 这起案件追查不容易 因为制毒集团 还跨县市制造断点 警方历经一年搜证 从新竹苗栗山区 一路跟肩到南部 在高雄市及台南市等地区 查获制毒工厂 集困而行毒品分装工厂 总共有三处 动员110名警力 逮捕犯罪嫌疑人有失救援 六年期间破获制毒工厂数量 每年都超过30座 去年前年更是都超过50座 在破获的各种类型制毒工厂中 去年破获二级毒品的工厂 是最大宗 一共有38家 和这次的工厂一样 制造Ketamine等等 三级毒品工厂 则是有12座 比例不低 警方强力查气之下 今年破获的毒工厂数量 更是惊人的多 光是上半年就破获42座 查扣毒品7000多公斤 嫌犯4000多人之中 制造 运输 贩卖毒品的 多达1200人以上 毒品大大影响社会治安 地下制毒工厂利益庞大 常常面临纠纷 甚至为此拥偿防卫 也因此衍生了 各式纠纷倉疾案件 警方除了逮到 持毒贩毒的嫌犯 更重要的是 每起案件要向上溯源 强力追踪骚蕩制毒集团 为的就是要精准断根 才能真正瓦解毒品组织 东森新闻消化名张庆坑 徐宇晨桃渊报导 应该是什么 起码